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超人获得了豌豆药剂师之后呢 我准备找一个地方试一试这个植物 看一下图鉴 豌豆药剂师可以把僵尸变成豌豆 但是呢,只能变形最大高于植物2节的僵尸 那超人就去选一个僵尸接触稍微低一点的世界 咱们就去未来世界挑战一下江王博士吧 种上三排的豌豆药剂师 超人把净化神器也带出来了 这个神器我还没有试过呢 好的,一届的豌豆药剂师挑战未来江王博士 原来豌豆药剂师这颗植物攻击一次会休息的呀 它的攻击范围是前面一行 可以看到6个豌豆药剂师攻击完之后 江王博士的血量有了明显的下降 而且豌豆药剂师丢出来的子弹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江王博士召唤僵尸了 我们看一下豌豆药剂师的特殊效果 果然,僵尸直接被变成了豌豆射手 还是带了装扮的 诶,天上飞的僵尸不能变成豌豆射手吗 放一个大招试试看 第一行的喷射器僵尸变成了豌豆射手 那就是说僵尸所在的那一格 如果有植物的话 就不会再出现新的豌豆射手了吧 好的,江王博士掉了一格血了 我们来试一下净化神器 哇,这都变出了一些啥呀 中间这棵植物是什么情况 一直在发射气功波吗 哇,还会变颜色的 我的天哪,好帅呀 这棵植物是叫激光皇冠花吧 怎么办,超人好想要这棵植物啊 我发现净化神器 净化出来的植物还挺厉害的 不过超人有个疑问 这个净化的植物等级是多少阶啊 还有变出来的这些豌豆射手 是不是根据豌豆药剂师的等级来定的呀 激光皇冠花的攻击还没有结束啊 你都不累的嘛,不需要休息啊 诶,什么情况 第一行出现了一个暗影豌豆 这也是豌豆药剂师变出来的吗 哦,光注意暗影豌豆去了 江王博士一个冲锋 把我两排植物给冲掉了 没关系,没关系 继续补上豌豆药剂师吧 可惜了我的激光皇冠花呀 继续给豌豆药剂师开大招 奇怪了,倒了这么多僵尸 怎么没有见到豌豆植物出来啊 哎呀,阳光快不够了呀 超人开始还想 豌豆药剂师可以把僵尸变成豌豆植物 打一个未来世界的江王博士 应该是轻轻松松才对啊 没想到打了这么久 江王博士还有一格血 我这还是用了进化神器 变出了很多强力的植物的 看样子 一阶的豌豆药剂师 并没有超人想得那么强啊 有没有哪个科金大佬 有五阶的豌豆药剂师的 可以告诉超人这棵植物五阶 厉不厉害 江王博士又开始冲刺了 超人已经没有能量豆可以用了 不过江王博士把自己召唤出来的 僵尸也给压扁了 这还挺好的 哎呀,超人看到了 机甲橄榄球僵尸啊 这个僵尸可不好对付啊 没有阳光啊,不会吧 下面这一大波僵尸怎么办呢 该不会打不过要输了吧 江王博士,给点面子啊 把自己召唤出来的僵尸全部压扁吧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哎,不对不对,压下面的呀 不啊,不是吧,来不及了 这咋还输了呢 b%テービリ的工程 老吸引起来 已迷� station 老吸引起来 老吸引起来